大家好 我这一颗用火龙果嫁接的蟹爪蓝 上次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我担心它很难长一些新芽出来 结果给它使用了两次活力素HB101 结果现在出现了暴涨新芽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 现在每一个芽点都长出了很多的小红芽 每一个芽点都长 长得是很夸张 顶端这个位置长得更加多 还有底下这里 不但蟹爪蓝长了新叶片出来 这一颗火龙果也长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个芽点又长了一颗芽出来 像这种芽直接给它掰掉 这种HB101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用两次就能达到这种状态 就是因为它可以激活细胞的活力 促进光合作用 促进植物健康的生长 同时又可以提高它的抗力 减少动害病害肥害药害的发生 所以说才用了两次神仙水 HB101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长得这些芽非常的夸张 当然了 除了用这个101神仙水之外 我还给它补充了一些养分 因为这种101毕竟它也不是肥料 它只是激活植物的细胞 让它生长能力变强 所以还是要适当的给它补肥的 才能保证这个芯芽长出来更加的强壮 好了 如果大家的花卉也出现生长缓慢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